有两个患有同样癌症的病人 有一个人耳朵特别灵 从医生的谈话当中 他听到了他只能活三个月的时间 结果回到家里越想越害怕 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很快的一命呜呼 另一个人耳朵有些背 别说他偷听医生的讲话 就是你大的身跟他讲话 他都听不清楚 奇怪的是 这个生癌症的人不但活过了三个月 现在已经是两年过去了 还好好的活着 台长告诉你们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 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 不敏感的比太敏感的人要好 不精明的比精明的人要好 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难得糊涂啊 我们人生本来就活在虚幻的迷惑当中 快乐和幸福就藏在虚幻当中 人生就是一列火车呀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学博后一旦清醒了 所有的虚幻世界 悲伤和幸福 只在一瞬间 只是一种感觉呀 当这种感觉走了 就像烟消云散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